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财经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 继百度互助宣布下线 美团互助轻松互助关停之后 另一个互助平台水滴互助也将关停 中国第二大网络互助平台水滴互助在本周五发布 公告称原互助计划将于2021年3月31日18点正式终止 还在互助保障中的会员 保障计划可自主选变更为一年期最高保额50万元的健康险 保费由平台承担 发布在水滴互助官网上的公告还显示 在此之前不幸确诊大病的会员 可在诊断之日期180天内继续向平台发起申请 会员账户内的余额平台将从今日起5日内发起退款 截至2020年3月31日 水滴互助会员人数为1.045亿 仅次于蚂蚁集团旗下相互保会员1.053亿的会员数 在去年8月的时候 水滴互助关联公司水滴筹获得2.3亿美元 由瑞士在保险和腾讯公司领头的新一轮融资 并准备赴美上市 美团今年1月底正式关停美团互助 原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 肖原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美团互助偏离美团主业和逆选择风险不断增加 是其关闭的主要原因 中国银保监会在去年9月的一份研究中称 相互保水滴互助等网络平台 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 涉中风险不容忽视 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 存在跑路风险 如果处理不当 管理不到位 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水滴互助关停或许还因为近期有市场传言称 水滴公司正在计划上市前的新一轮融资 根据路透社旗下媒体IFR的3月10日报道 水滴公司计划在3月进行一轮的美国上市前融资 融资额约5亿美元 根据一位接近水滴的人士称 水滴目前确实在筹备上市 内部更倾向于美股 而时间是2021年上半年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上海代表处在本周五表示 BCI全体中国地区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的支持 中国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并再次郑重声明 中国区项目团队严格遵照BCI的审核原则 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 历年第二方可新都审核和第三方验证 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BCI上海代表处在其公众号上表示 将与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继续保持沟通 共同维护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该文并呼吁所有中国区会员及相关利益方同心协力 积极支持国家有关部门 关于中国棉花可持续标准的制定工作 BCI良好棉花认证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上海代表处的微信公众号 曾在今年3月1日发布过在新疆项目中 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情的类似声音 服装品牌耐克和H&M抵制新疆棉花的话题 近几天在中国社交媒体持续发酵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 在本周四作出回应称 新疆的棉花是世界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而著名的服装品牌巴宝丽 则成为了最近新疆棉花风波中 首个受冲击的奢侈品牌 公司不仅失去了中国代言人 其标志性的格子图案 也在中国热门游戏中被启用 中国知名女星周冬宇 在本周四宣布终止于巴宝丽品牌的所有合作 因为品牌方作为BCI成员 未明确公开表达其态度及立场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北京时间3月26日下午 Bilibili在港交所披露的最新公司资料表中 将Bilibili写成了百度集团 Bilibili在封面资料写道 这里提供本资料表旨在于 锁定明日期向公众提供有关 百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料 有关资料不应视作有关 本公司及其证券的完整资料概要等 目前相关资料已经更正 但值得注意的是 Bilibili和百度的法律顾问 都是同一家律所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资港上市资料是律所写的 Bilibili和百度聘请的 都是一家名为士达的律所 一位业内分析人士称 公司资港上市的资料都是用模板 而近期承销商要同时负责多家中概股回港 可能是忙中出错 这也是中概股回港潮的一个缩影 不过数据没有出错就还好 对资本市场对B站的价值判断没有影响 B站预计将于3月29日开始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以股票代号9626开始交易 港交所公告显示 B站国际发售于香港公开发售的 2500万股公司Z类普通股的全球最终发售价 均已确定为每股发售股份808.00港元 公开资料显示 士达国际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于 1948年在纽约成立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旗下律师总数近2000余名 是全球高级律师事务所之一 福布斯杂志称士达国际律师事务所 是华尔街最强大的律师事务所 同时自2001年 士达国际律师事务所已被视为 美国最好的公司法律服务企业之一 另外还有商界人士表示 这家律所是中国上市排名第一的律所 比第二名接的案子多5至10倍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中国商务部在本周五表示 决定不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 进口葡萄酒征收反补贴税 同时保留反倾销税 该部门完成了去年年底启动的一项调查 商务部表示反倾销关税税率 在116.2%至218.4%之间 将于本周日生效 中国商务部在本周五发布公告 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反倾销调查最终认定存在倾销 自3月28日起 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 实施期限为5年 刊登在商务部官网的公告称 对于澳大利亚未在调查期内 向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新出口经营者 符合条件的可依据规定 向调查机关书面申请新出口商户审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各公司 反倾销税税率列表 被抽样公司天鹅酿酒 有限公司的税率低至116.2% 其他配合调查的公司均为167.1% 其他澳大利亚公司则为218.4% 2020年8月18日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020年11月27日 调查机关发布出财公告 初步认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存在倾销 国内相关葡萄酒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初步裁定之后 调查机关对清销和清销幅度损害和损害成都 以及清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继续调查 现本案调查结束 调查机关做出了最终裁定 要知道倒霉的还不只是澳大利亚的红酒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 自上月底以来 28家向中国出口甘草的澳大利亚企业的许可证 开始陆续过期 但并未得到续期 澳大利亚价值1.6亿澳元 面向中国的甘草 可能成为中澳持续紧张关系的最新受害者 而环球时报引述业内人士的话称 中国每年消耗约100万吨甘草 其中30万吨来自其唯一的甘草进口来源澳大利亚 其余有国内的生产者供应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凭借几十元起一个盲盒的热销 泡泡马特一举成为了中国一家知名潮玩公司 并于2020年12月11日正式登陆港股 开盘5分钟 高开108%报80.2港元每股 市值达到1108亿港元 至此中国潮玩第一股成功诞生 盲盒诞生于日本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看不见里面东西的盒子 它装着不同样式的玩偶手办 但你不知道里面到底装的是哪一款 在商场或者文具店经常可以看到有售卖 一套盲盒有几到十几个不等 还有一个或两个隐藏款 所以抽盲盒全凭运气 有时候你会抽到喜欢的那款甚至是隐藏款 但如果运气不好就可能抽到你不喜欢的或者重复的 在今天 泡泡马特发布了2020年财报 2020年度 泡泡马特收益25.13亿元 同比增长49.3%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经调整纯利润为5.91亿元 同比增长25.9% 泡泡马特表示2020年一共卖出超过5000万只潮流玩具 其中自由品牌收入21.3亿 占比85.0% 此外 泡泡马特在去年加速渠道布局 在受到疫情的影响下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长 2020年线下门店数量达到187家 新增线下门店76家 而机器人商店数量新增526家 达到1351家 线下渠道收入同比增长34.6%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受到部分疫情影响 导致泡泡马特去年线上渠道同比增长76.5% 达到9.5亿元 占比37.9% 同时全新的IP的推出 以及盲盒文化的流行 泡泡马特在2020年新增520万会员 全渠道累计注册人数达到740万人 同比增长高达236% 而在泡泡马特总销售额中 会员占比就达到了88.8% 可以说会员是其主要的营收来源 目前泡泡马特共有2330名员工 包括销售员工1316名 行政及开发人员793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共发放员工成本 包括金金工资津贴和福利人民币2.43亿元 据此计算 泡泡马特的员工人均年薪约为10.43万元 3月22日 泡泡马特的加拿大手店开业 这也是其在北美市场开设的首家海外门店 但出海并未带来利好 泡泡马特在当天股价大幅下跌 当日股价跌幅超过10% 市值跌穿900亿港元 市值跌穿900亿港元 仅一个多月间公司的股价从高点2月17日的107.6港元 在3月23日收盘时已跌至54.2港元 区间跌幅达到50% 市值也蒸发了596亿元人民币 好了 以上就是中国财经今天所有的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 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您收看的是华尔街财经台 我是徐卫林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华尔街财经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新节目发布 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来看 针对H&M Nike等等 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厂商公开声明 关注新疆的强制劳动以及宗教歧视 中国官媒24日带头号召抵制相关的西方厂商 民众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也热爆网络 除了H&M Nike等等公司之外 优衣库 宜嘉 爱迪达等等知名公司 也抵制来自于新疆的材料与产品 导致部分品牌的公司股价大跌 中国国产服装品牌股价则是持续飙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共青团中央24日早上发出第一条微博 上载H&M的声明截图 贴文写上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 一边又想要在中国赚钱 吃稀妄想 并且附上H&M碰瓷新疆棉花的标签 之后共青团中央又陆续发帖 包含发布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 红底白字的配图 这张图在中国网络广传 引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中美阿拉斯加会晤时一句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与带讥讽 共青团中央燃起火苗 之后包括央视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等等多间中国官媒 都对H&M发动全面攻击 央视网评论 H&M不与新疆工厂合作 抵制新疆产品的行为 是无中生有 别有用心的指控 充斥着偏见 暴露了无知 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 官媒陆续发声之后 中国电商开始下载H&M 包括淘宝 京东 拼多多都已经无法搜寻 H&M商品 H&M的门店地址 在百度地图中也没有再显示 继H&M之后 Nike 爱迪达等国际品牌 也被翻出 曾经发出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 Nike股价25日隔夜下挫 3.4% 爱迪达大跌6.1% 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表示 他们将停止购买Nike 并且将支持 李宁和安踏等等国产品牌 让安踏体育用品 以及李宁公司的股价 26日分别继续大涨8% 以及5% 然而中国的抵制风潮 显然有些失控 苹果日报报导指出 25日网络流传了一段视频 有民众为了响应抵制行动 拆除H&M户外广告牌 还有网民自拍火烧 Nike球鞋泄愤 但是却因为冒出黑烟 被质疑是舍不得烧真火 越来越激烈的抵制行为 也被认为开始走向 义和团式的反西方热潮 对此自由亚洲电台 引用曾经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任职的评论人 普林表示 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紧张 中共很有可能会策动宣传战 来加强战狼外交 甚至如果中国与西方国家 在陷入僵局他认为中国想要继续操作民族主义 或者是战狼外交的话 有可能会以行政手段和法规 直接逼令相关企业采购新疆棉 来延续战狼外交 中国民间抵制洋货的浪潮迅速蔓延 现在波及到包括Nike 爱迪达等等多家外企品牌 民间是闹得风风火火 但是现在官方似乎有想要收手的意思 不仅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前往爱迪达的供应商视察 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公开呼吁说 官方机构应该克制参与对相关外企的声讨 社交媒体推特今天流传着一张照片 照片中中国总理李克强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进行视察 身旁还站着几名身穿西装的外国人 有网友透露 照片拍摄地点是在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 位于中国的厂区 李克强今天前往视察 值得注意的是 巴斯夫是运动品牌爱迪达 Bost系列的原料供应商 在当前中国民间掀起抵制外气热潮之际 李克强的视察之举也引发外界诸多想象 另外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25日在微博上发文 表示在官方发起反欧美公司的运动 进入高潮之后 胡锡进建议这些官方机构隔岸关火 克制参与对相关西方公司的声讨 特别是不做舆论声讨的引领者 认为这样将能够让那些舆论 更加原汁原味的体现民间态度 不过官方抽手之后 这场抵制热潮还能够维持多久 恐怕还有待观察 另外来看日前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欧美许多国家宣布制裁中国新疆官员 让北京为之震怒 为了报复 中国外交部今天早上在官网宣布 对英国9名人员以及4个机构实施制裁 并且表示英国对新疆议题的指控是说谎与造谣 这个举动恐怕会让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 英方基于谎言以及虚假资讯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中国有关个人以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 中国外交部称 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 并且提出严正抗议 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并且宣布对英国4个实体 以及9个个人实施制裁 包含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 以及保守党人权委员会 中国外交部表示 自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 及其直系家属入境中国 包括香港 澳门 冻结其在中国的财产 禁止中国公民以及机构与其交易 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新闻稿最后提到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正告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否则中方将会做出 进一步坚决的反应 外界分析 北京此举是对美国 欧盟 英国和加拿大 对北京实施的一系列协调 新疆人权侵害制裁的报复 史密斯遭到制裁之后 在推特上说 我们有责任对中国政府 在香港的人权侵犯 以及对维吾尔人进行的 种族面诀表态 他强调在法治下 自由生活的人 必须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说话 他表示 如果中国将愤怒 发泄到他的头上 他会带上正媒荣誉徽章 保守党人权委员也说 很荣幸受到 中共政权的制裁 这是对我们 努力不懈记录 中国可怕的人权危机的表彰 英国新疆议题学者 芬利则是在推特上回应说 自己遭到制裁 是因为说出了 新疆维吾尔族的悲剧真相 也因为我有良知 他表示并不后悔 也不会因此噤声 正当中国与欧洲达成的投资协定 因为双边关系恶化 而陷入命运未补之时 中国官方同时也加速推动 RCEP的准备工作 要争取让该协定 在明年1月正式生效 美国之音报道 自从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 美中关系 非但没有朝着北京希望的方向 出现缓和 而是更趋紧张 与此同时 中国与日本 加拿大 澳洲和欧洲 众多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 对抗程度显著提升 欧盟与中国因为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 互相制裁 为双方在去年年底 努力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 最终是否能够得到 欧盟议会的批准埋下了未定之数 分析人士指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中国来说 确保它与东盟等等 亚太15个国家达成的RCEP协定 就显得格外重要 如果这个协定也留局 对中国将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 将使这个共产党国家陷入空前的孤立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 25日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共同努力 已经完成了对RCEP协定的核准工作 确保这个协定能够在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 他说中国商务部已经会同 有关部门梳理了RCEP协定中 涉及到的7.1条约束性义务 其中有613条 大约87%已经准备好可以实施 剩下的13% 王寿文承诺将在RCEP生效时就开始实施 中国从2012年就开始推动于东盟等亚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圈 意图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但是奥巴马任内推出的针对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抢走了RCEP的风头 只好川普上任之后 做出退出TPP的决定 让RCEP成为这个地区的国家面临的唯一选项 去年11月 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加上东盟十国 最终达成这个自贸协定 组成了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这15个国家总人口达到22.7亿 经济总量26万亿美元 出口总额5.2万亿美元 在全球总量中占比达30%左右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 到2030年 RCEP旺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 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 中国与欧盟也是在去年年底 达成了双边投资协定 给双方持续7年的努力画上了句号 这两项协定的达成是 中共利用美国政府换届的空档 而取得两项重要的外交成果 客观上对美国联合盟友 反制中国的努力构成的障碍 但是观察家指出 中共虽然拿下了这两个重要的协定 但是他在人权方面的种种劣迹 以及在外事务方面 咄咄逼人的战狼作风 也迫使越来越多 原本愿意与他发展经贸关系的国家 向美国方面靠拢 另外来看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22日针对涉江中国官员实施的制裁 中国迅速反击并且透过官媒煽动舆论 一场议和式的抵制洋货热潮在25日在中国延烧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就任之后的第一次记者会 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对抗 但是要求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范公平竞争 美股自连续两日跌势反弹 四大指数是小幅收红 据横网报道指出 上任两个多月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25日终于召开任内首场记者会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媒体主要聚焦在边界非法移民 国会议事规则以及投票权改革等等内政问题 拜登将疫苗目标提高一倍 对经济发展表示赞赏 还预告2024年他将角逐连任 外交方面仅触及阿富汗撤军 朝鲜再度试射飞弹 以及美中关系发展 美股相当给面子 拜登记者会之后 股市自连续两日跌势反弹 四大指数小幅收红 另外针对中美关系恶化 美国总统拜登25日表示 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对抗 但是要求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范公平竞争 美国会继续在新疆香港等等议题上发声 也会针对南海台湾等等议题向中国问责 拜登还承诺美国要在创新和基础建设方面超过中国 以防止中国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拒绝透露如何处理中国关税 谈及美中关系 拜登首先花了不少时间畅谈 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私交 他表示他跟习近平两人 在分别担任副总统以及副主席的时候 就有过多次详细直率的私下对谈 拜登形容习近平骨子里并没有民主 但是个聪明人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 认为专利是未来的潮流 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 民主无法发挥作用 拜登承认中美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中国的总体目标在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最富裕与最强大的国家 但这并不会发生 因为美国将会继续成长与壮大 好 谢谢您收看华尔街财经新闻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华尔街财经台 并且开启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华尔街科技是专注于关注 科技界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根据媒体CNET报道 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食物 一般都装在特殊的包装袋里 不过目前种类已经接近地面的膳食 而美国宇航局NASA 打算如何给未来前往火星的宇航员提供食物呢 来自NASA的多名食品科学家 最近在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详细介绍了这个话题 他们还没有提供所有的答案 但他们正在确定主要的问题 在国际空间站上 宇航员可以选择20%自己喜爱的食物 而其余80%的食物来自共享的标准食物 这些食物是通过补给飞船带来的 除了可以长期储存的食物之外 还会带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但这对于火星的任务来说会更有挑战性 NASA目前的战略似乎是专注于一系列的核心原则 并围绕这些原则来构建其食品战略 安全性 稳定性 可口性 营养性 资源最小化 多样性 可靠性和可用性 任何一个食品系统的建立 也极有可能需要新的太空试用器具 NASA将需要兼顾许多不同的问题 显然食品系统需要可靠 否则宇航员可能就会挨饿 但由于多种原因 品种是关键 不仅仅是营养方面的问题 而且是为了宇航员的心理健康 飞船上需要带食物 原因显而易见 但NASA似乎认为在飞船上 种植作物也是必要的 然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可能就会牺牲可靠性 因为如果作物停止生长怎么办 了解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NASA通过深空食物挑战项目 提供50万美元的奖励 该项目在今年1月启动 NASA将把这笔奖金提供给 任何一个能想出有一套有效系统的人 该系统可以帮助解决宇航员食物的所有问题 然而和NASA多年来支持的许多创新一样 这项创新可能会对留在地球上的人类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项挑战的解决方案 可以为全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开辟新的途径 NASA在其网站上写道 特别是在极端环境 资源匮乏的地区 以及城市地区和灾害破坏基础设施的地方等新的地方 我们来到下一个话题 疫情期间俗称 干洗手的手部酒精清洁凝胶经常缺货 市面上出现某些冷门品牌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企业总部位于康纳迪格纽海文的线上药局 维利索公布最新的检测报告指出 对市售干洗手的抽检发现某些产品可含有可能致癌的本 这种化学物质跟食棉一样 危害人体健康 可能致癌 维利索的检测报告指出 抽检结果发现 某些干洗手含本指数超过联邦食品级药物管理局FDA 安全限制高达8倍 检测报告结果已经获得耶鲁大学 化学及生物物理学研究中心和波士顿分析等机构的验证 对全美各地量饭店超市辐射药店 以及网络商店售卖的168个品牌的260瓶 干洗手抽检中 维利索发现共有44瓶 干洗手含本 约占17% 其中Art Natural品牌的8盎司装 干洗手含本量最高浓度达到16个ppm单位 维利索致含FDA指出 干洗手是广泛用来对抗新冠病毒传播的市售产品 成年人与儿童都经常大量使用 但成分中检验出了含有已证实属于人体致癌物的本 还有另外多种污染物质 如此结果令人特别感到担心 本为液体化学物质通常无色 但室温状态下可能出现淡黄色 在自然环境中本存在于火山 森林大火之后也会出现本 但某些厂商将本用来制造清洁机 燃料润滑机及橡胶制品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CDC指出 人体暴露于大量的本 可能导致细胞运作异常 例如骨髓无法制造足够的红细胞 或者免疫系统因为受损而流失白血球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促使数百万美国人抛弃 有线电视转而使用流媒体服务的经济 刺激因素正在迅速消失 随着迪士尼加以及网飞的最近的价格上涨 以及派拉蒙和探索频道的首次亮相 流媒体领域的格局正在迅速演变 如今组合一套顶级的流媒体服务的成本 越来越高 并且已经接近传统有线电视捆绑服务的水平 当前如果把亚马逊 ATT 网飞和迪士尼等最大媒体和科技公司的旗舰流媒体服务 整合在一起 每月的费用是92美元 与93.5美元的有线电视订阅费用相当 在这每月92美元的费用中 还不包括Fox Nation和AMC家等节目 当然很少有观众想要这么多的流媒体服务 但这凸显了电视爱好者面临的两难境地 虽然现在市场上有不少高质量节目 但对于那些放弃有线电视的消费者 他们可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 他们需要购买的流媒体捆绑包 其价格可能超出有线电视的费用 虽然这不太可能促使客户重新投入 有线电视提供商的怀抱 但可能会促使他们寻找更符合预算的选择 比如广告支持的服务 比如ATT就计划在6月份推出带有广告的 廉价版HBO MAX 市场研究公司Parks Associates的研究总监 史蒂夫纳森称 人们正在把服务堆叠在一起 而且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 这一切都与捆绑有关 然后就是结绑 现在人们又重新捆绑 因为已经影响了他们自己的钱包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随着Evergiven长次号继续横霸苏伊士运河 每小时有4亿美元被卡在货轮两边 严重挫伤世界贸易 数据公司劳埃德表示 这是根据苏伊士运河运输 货物的近似价值估算得到的 运河每日西行贸易量约为51亿美元 东行贸易量约为45亿美元 则平均每小时有4亿美元的贸易量 被阻在运河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海运路线之一 苏伊士运河为船只来往亚洲中东和欧洲提供了一条通道 世界贸易量的约12%都要通过其运输 平均每天有近50艘船通过该运河 有时远超这一数字 2019年超过19000艘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 相当于近12.5亿吨货物 Evergiven长次号当地时间周二搁浅后不到24小时 就已经有约100艘来往船只受阻 至25日 根据BIMCO数据 150多艘船只被卡在两端 第一 被卡住的船只中 集装箱船大约占苏伊士运河总运输量的三分之一 Evergiven长次号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 能够运在超过18000个集装箱 在全球供应链复苏 面临瓶颈的眼下 这可谓火上浇油 CNBC援引海洋情报咨询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Lars Jason表示 目前三分之二的集装箱船迟到了 拖延的时间越长 情况就越糟糕 因为我们是在已经供不应求的时间点上 而这种延误将增加 积压库存的时间 影响到进口商品的到货和销售 除了拖延数 大量装载消费品的集装箱船之外 滞留船只还捆绑了空集装箱 这对部分国家出口至关重要 乔蒙罗 Consulting的海运贸易和物流顾问 乔蒙罗表示 中国供应恢复较快 但集装箱非常稀缺 难以找到存放制成品的空间 苏伊士运河备用集装箱 运底盐物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库存 第二苏伊士运河尤其也是 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重要出口通道 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液化天然气 原油和成品油等能源出口 占全球出口量的5%至10% 因而事件进展同样牵动油价脉搏 部分货轮开始寻找应急措施 一些则改到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但这意味着航行时间将延长7-9天 还意味着整个航程要增加6000英里 对于伊斯尔从中东往欧洲的超大型油轮而言 燃油成本将增加30万美元左右 参与救援工作的挖泥船 正在从搁浅货船的船头将运河底部的泥沙挖出 根据测算 挖泥船需要挖出1.5万到2万立方米的泥沙 挖掘深度将达到12-16米 才能使搁浅的货船重新漂浮起来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在今年夏天 美国东部部分地区即将见证一场值得一看的壮观景象 自2004年以来 数十亿只蝉首次从地下钻出来聚集在户外 并共同发出响亮的交配叫声 众所周知 周期蝉几乎一生都生活在1到2英尺的地下 以树根的枝叶为生 然后它们在13或17岁的春天 成熟的蝉若虫会出现在一个短的成虫阶段 同步且规模庞大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昆虫学家Gary Parsons 于去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问答会议上解释了这一现象 他说当它们的数量如此丰富时 它们会飞着陆和爬行 偶尔也会降落在人的身上 美国东部是6种定居蝉的家园 它们出现在不同年份 而今年春天 17岁的蝉的最大群之一的成员们 被称为Broot X将从它们的地下藏身处出来 然后开始炫耀它们黑色的身体和红色的眼睛 特拉华州 乔治亚州 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那州 肯塔基州 马里兰州 密歇根州 北卡罗来纳州 新泽西州 纽约州 俄亥俄州 宾夕法尼亚州 田纳西州 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以及华盛顿特区都会听到雄性蝉在树上吟唱的声音 它们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雌性与之交配 这种蝉的回归通常从5月中旬开始 虽然可能会提前到来 并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 不用说 这会成为一个野生奇观 一些人认为昆虫的入侵是一种烦恼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大自然的奇迹 或一种人甚至每年都会到美国各地蝉出没的地区 体验它们出现的景象和声音 Parsons强调 这些昆虫是无害的 尽管它们会聚集在外墙 但通常不会进入室内 它们能飞进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不小心从开支的门或窗户飞了进来 或因为它们落在一个人身上 而那个人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 把它们带进了屋内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蝉同时出现呢 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集体出现 这些昆虫可以抵御捕食者 从而生存下来并交配 当地下8英寸约20厘米的土壤温度达到64华氏度 也就是18摄氏度时 这些蝉通常就会开始破土而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